大修一台奥迪A8发动机烧机油修了57000多块钱 到底贵不贵啊 最近网上我们的修车同行刘团长火了 他修一台奥迪A8的发动机收了57000多块钱 然后修完之后 这个车主跑了一段时间 发现这个机油业位略有下降 于是在网上发了帖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我看了一下 质疑的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这个价格太贵 第二点就是在视频中宣传一次解决 然后很多人就咬住这个不放 就是说你不是说的一次就能搞定吗 为什么这个车没有搞定 那么我就针对这个问题来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觉得这个价格问题很正常 因为人家的成本肯定要比咱们小兄弟厂的成本要高 人家那么多的设备那么多的员工 他的收费不可能和路边摊一样 第二个就是这个车有没有修好的问题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常识问题 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因为这个车说白了 大修完发动机才跑几千公里而已 而且仪表上显示的是业位正常 只是略有一点点下降 距离这个机油最高线 稍微往下一点偏中线 我觉得这个可以算是正常的 就目前而言来说 如果说这个车跑了一万公里 直接提醒你要加机油了 那个肯定就不正常了 我看了很多评论啊 大部分都是咱们的维修同行在幸灾乐祸啊 就是说哎呀你这个车啊 收的那么贵怎么怎么样 然后又没修好 这个我自己是修理工 我能理解啊 很正常 修车嘛 没有人敢说 修什么车都能一次性搞定啊 怎么怎么样 虽然说人家在视频里面说了啊 这个一次搞定 但是这个怎么讲呢 大家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宣传手段啊 只要人家没有推脱责任就可以了 人家能收五万八 能收五万七 那是人家的本事 对吧 咱们的同行就不要去羡慕嫉妒恨了 当然啊 也不是说咱们同行不对啊 为什么有很多的同行 要去说这个价格贵呢 其实我也可以理解啊 就好比同样修一台发动机 可能同行都知道啊 他们的修法和咱们的修法是一样的 只是说呢 在视频里面添加了很多 看似比较厉害的设备 比如说什么涂胶的机器啊 或者是什么螺丝拧紧机啊 这些东西 但是在车主看来 这个东西它就是比较高端 同行可能看来 无非就是这个做样子而已 对吧 可以这么理解 确实是啊 有很多同行 人家就想不通 我也可以修出一样的质量 也可以质保那么多公里 质保那么多年 但是我的收费要比他便宜 一半 甚至更多 然后我平常修车 客户还觉得我收的一两万还贵了 他收五万多 人家却说他良心 所以说很多同行心里面啊 就存在这种落差啊 还是那句话啊 人家收的贵 那是人家的本事 那么有一点我觉得 我不能接受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这种大公司啊 就是不太人性化 我不质疑它的价格 我就质疑它的维修方案 因为我看了这台车 是一个13年生产的车 A8嘛 它是进口的 3.0T EA837的发动机 才跑了13万多公里 那么如果说是解决一个烧机油 就花了五万七 那么我觉得还是不够人性化啊 因为这台车 它并没有说其他的硬件 说哪里比如说拉钢了 或者是爆轴了这种 或者是钢体被打烂了 像我们有些同行人家 免拆治理烧机油 可能就花个一万块钱 就能把问题解决 而且同样也可以 质保那么多公里 那么多年限 我个人认为啊 这种德系车 说白了 它的发动机质量 不是说大家想象的 那么那么差啊 尤其是一个旗舰型的 A8车型 我经常修 EA888的发动机烧机油 我觉得能不弹钢 就没有必要去弹钢呀 有些东西根本就不用坏啊 没有必要坏 正常这发动机 你给它把烧机油解决好了 跑个20万公里 30万公里 不很正常吗 如果说一个发动机 连二三十万公里都跑不了 它还能叫发动机吗 烧机油 你就把影响烧机油的 那几样问题 给它解决了 不就行了吗 何必要去换这么多零件 然后价格搞上去了 又给自己留了一些负面影响了 那说了这么多 小旭也在这里表个态 我对这个刘团长刘大哥 我没有任何的不满 也没有任何的敌意 只是说针对这个问题 谈谈小旭自己的看法而已 只有同行才能体会到各自的难处 如果说小旭有说的不好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包涵 觉得小旭说的客观的朋友 可以帮小旭点赞加关注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